孟子曰 关水有树 必关其栏 威严大义 诉说着关南小镇的独特韵味 百年沧海变迁 威蓝成浪 东方潮起 从平起 迈向富足 由落后 蜕变为文物 百年华章 时光交融 关南见证着深圳的竹梦正常 是百年来 中国人渴求改变国运 坚定信念 与意志品格的具体写照 静谧的湖泊映照着关南的历史轨迹 从红色之乡到华侨之乡 从文化之乡到繁华都市 每一次坚实的步履 每一个时代富裕的使命 都是一代代关南人用勤劳智慧 热血汗水书写的不朽传奇 中华文明的光辉 中华民族的恒久本色 也因此严绵不绝 远远流畅 Zither Harp BANG CIRICI�� by www.kigayens.com ißylo姐 衣服在高 不要玩了 青年教师李妍 土生土长的关篮本地人 以客家山歌为心之所系 他凭着对传统的热爱 连续第八年将业余时光 奉献给小朋友的山歌教学 尽管时光流转 现代风潮涌动 山歌的古运仍执着绵长 冠篮传承客家山歌之火 油然 犹如古人所言 风烟尚在乐此不疲 这些歌曲既凝聚了 关篮人生活情绪和土地气息 也优雅展示了客家独特的语言体系 通过歌声的传唱 他们的精髓得以完美保留 公元二九一年 西晋王朝内乱席卷全国 中原农业和社会秩序 遭严重破坏 游牧民族趁机南下 中原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动荡 幸存世家 纷纷讨难 跨越淮河 长江迁徙 这一历史盛世 被称为永迦南洞 历史中 皇朝起义 北宋灭亡等因素 导致中原人不断南下迁徙 客家人作为迁徙者 逐渐增多 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族群 心怀故乡 已客自居 代代相传中原稀疏 岁月流转 民族精神的血脉 扎根关联族群的传统礼仪中 在今时今日的 现代都市浪潮洗礼下 也不曾改变 松原下 陈氏宗寺 一年一度的祭祖大典 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领头人陈玉昌 是关南的乔吕 他年轻时离开关南谋生 在国外和香港奋斗多年后 于1987年回乡创业 他连续多年担任香港关南同乡会主席 是关南备受尊敬的名人 疫情期间 外地族人无法回乡 有人建议暂缓祭祖活动 然而陈玉昌深信 无论外物如何转变 祭祀祖先的仪式应当坚守 即使只有一人在场 也要充分展示后人对族群的敬意 因为数百年的传统 与身份认同交相回应 成就了客家人走向今天的坚毅与荣耀 追溯至陈玉昌的祖先陈振能 名师之名传领 年少聪颖 勤学苦练 三十九岁时 他远赴江西 探求勘于之奥妙 公元1751年 踏离五华越过紫荆山 抵达关南河畔 眺望滔滔河水 犹如映照关南人智慧与坚韧 毅然在此建起松原下 成就惠东宝地新商贸文化中心 而就在此时 名师邓坤历临 懒岸上人节地灵 礼教兴盛 俯看滚滚河水 关南低档 回旋流转 清怀欣喜 运笔书写关南二字 此地由此得名 唤发新生 借孟子的关水有树 必关其来 欲以静心之命 追本素人 这是关南之事 也是关南客家之事 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织 关南人热爱家乡 融入深圳的发展潮流 城市中注入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关南是家族奋斗的建政 承载着深厚的客家文化 如今 关南以独特魅力和文化地域闪耀 为深圳和华南地区 增添多样色彩 转折与承接交织 关南与深圳的故事相互融合 这片土地将继续书写壮丽篇章 闪耀着独特的客家精神 奏向繁荣与传承的华杖 2009年7月 关南老街的居民们惊讶地发现 他们记忆中熟悉的老建筑 工艺酒家搬家了 这座高三十多米 重达数百吨的建筑 在关南街道办的主持下 耗时六天 原址平移了43米 这是重修关南古墟工程的一部分 沉寂数十年的关南古墟 即将以一种新的姿态 与世人见面 关南古墟 关南古墟起源于清朝中期 兴盛于清末明初 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在清代中后期 这里曾有小香港的美丽 国外商品 国内商品都汇集于此 成为当时保安 汇阳 越北地区商贸的奇散地 发达的水运 商贸的繁荣 让越来越多的关南人 融入到民族迁徙 与文化交流的世界大潮 民国初期 关南今年陈毅 从国外回到关南 创办了惠东堡地区 第一家西式文化的酒家 为了使当地人 能够感受到海外的风气 建筑全部采用西洋式风格 所使用的材料 如水泥玻璃等 都是从国外订购回来 且在经营上 完全吸收西方理念 也是第一家使用女招待 为客人提供点菜 上菜服务的酒家 开当时风气之先 从这一年开始 工艺酒家就成为了 关南古区商业文明繁华的缩影 关南人敢于开放包容 土固纳心 他们不仅保留了千年前的中原习俗 以积极融入新时代的文明与文化 宛如岳阳楼记所言 灯楼望百里西 尽彩短长景 这座小镇 承转带着深圳的开放包容精神 正如深圳这座城市一样 他也追求着不断吸纳新事物 融合多元文化的理念 关南人心怀故乡 以客自居 却不为新变 与时俱进 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塑造了关南人一种矛盾而又统一的独特气质 使这座小镇在世纪奔流的长河里 见证着古老民族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 这是属于关南华侨的骄傲 也是属于一个民族自强不息与家国大爱的无私情怀 1941年1月 晚南沸腾烽火 周恩来愤怒地提下一首诗 千古起冤 江南一夜 同是操歌 相间合己 这首诗由关南人陈烟桥 刻制成报纸版面 四日便在新华日报上广为传颂 陈烟桥他的出生地是关南俄地下村 年少时投身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化科 后来又转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化系 在鲁迅先生的深刻影响下 他坚持用刻刀关注民生疾苦 为中国革命和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时至2007年 关南的牛湖社区 兴建了中国关南版画原创产业基地 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 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国籍和文化未尽的艺术家们 聚集于此 共同熟写中国当代版画艺术的新篇章 其中青年版画家孔亮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 每年都会带领自己的研究生 来到版画基地 利用假期进行创作 在这里 他们可以自由发挥创作的题材 手法和时间 关南版画基地 已然成为国际艺术界的主目之地 独领版画艺术的风潮 而其中的艺术家铸留计划 更是承载着无尽的情感和艺术火花 成为中国顶尖艺术家 和各国版画艺术家创作的 心之所著 情之所意 冯山必有客 有客必住山 关南位于深圳北部半秋林地带 在此生存繁衍的居民精神血脉中 往往具有了山的坚韧不拔 厚重淳朴 关南人 山海交融之字 心灵如山岳般坚毅 心怀海洋的开放与包容 他们融合山的力量 海的智慧 闪耀于历史洪流中 革命岁月 与国家同呼吸 启迪民智 社会建设 和奋斗不止 汲取先进 驱动家乡 蓬勃发展 沉迪民智 赶不出租都得得着手 对吗 都是包给人做的 都是包给人做的 谁都没有出帮我 现在他忙啊 沉悦天 人称天歌 关南君子部村人 1957年离开家乡外出谋生 短暂停留香港后移居英国 开了一家中餐馆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小有积蓄 1980年 深圳特区刚刚开始建设 沉悦天就与朋友一起 在这里开了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家古分之饭店 我们那个族有十五年 我们都一起 以前的十五年 以前的农民 我和甘果公 在商场 开创者的道路充满了喜悦 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艰辛 面对当时国内外政策的差异 在经济转轨大潮中 沉悦天的饭店生意 挤精起落 期间 他也尝试过不同的投资项目 但不论风云如何变换 他都始终愿意在家乡 投入自己的心力 用他的话说 这是歌不断的乡情 也是对养育这片土地 不多的回报 改革开放以来 无数像沉悦天这样的海外乔包 港澳台同胞回到内地投资 支持家乡建设 从一个多世纪前走出去 到一百多年后走回来 关澳 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轮回 和家国命运的巨大改变 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史 不但是中华民族 改变命运的一百年 更是在这片东方土地上 经历了无数个奇迹的一百年 苦难深重的岁月 改天换地的理想与实践 在信仰的力量 与家国情怀的召唤中 关南小镇和淮川 中国梦的中华大帝一样 历经世纪苦难 终于走上他的复兴之路 路漫漫 祈修远兮 百年路艰辛而漫长 今天的关南 正演绎着奋斗者的激情拼搏 和追求者的卓尔不凡 它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不但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也让他们看见了生命的意义 一百年的改天换地 这里从一个半秋林的邦河小镇 演变为功能齐备的现代化街区 从时尚文化的扎根 到科技创新的蓬勃 从产业升级到园区布局 关南由民生到产出 由制造而创造 由今日而未来 逆行时间的过往 也许我们会从那些不曾忘记的故事里 找到关南人曾经的悸动 和对明天的渴望 赶闯赶世 开放包容 关南由河畔小镇 蜕变为现代化城市的典范 务实上发 追求卓越 一代代奋斗者 在这片热土上接续奋斗 为中华民族的进步 留下了一个可自借鉴的 个体奋斗样本 看似寻常 最奇绝 诚如荣誉 却先行 新征城上 当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集结号 再次吹响 关南这一余微蓝 将澎湃出时代的巨发 向阳而行 奔山赴海 朝头关来 历史可以回望 奋斗就在今天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诗星期後的公司 杨栋梁 港人自己全民 galaxy会血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